回到市場現場死者家已經沒有人 當時一群人是來到這邊 想要聽死者怎麼解釋 言辭騷擾 沒想到一群把人活活打死 主賢32歲林姓男子 被警方上銬帶回派出所做筆錄 事發當時他喝醉酒 發生什麼事完全沒印象 弄問頂頂求 幾個來弄問啊 我不知道 都複雜 複雜那麼多人啊 我也不知道 續舊案情38歲陽姓死者 4月2號透過友人 認識38歲徐姓女子 一見面就想認識對方女兒 但孩子才16歲還未成年 言辭堂突 成了衝突導火線 我來就看警方車 再走後再穿東西 我不知道 你又去拚他嗎 有啊我又去拚 現在就 只好沒效就死了 死者跟養父一起住 家人搞不清楚 他的交友狀況 據了解死者3號 想透過友人向對方道歉 結果徐姓女子 帶了十幾個人 跑去包圍死者家 跟弟弟幫忙出氣 打出人命 找人 跟小孩感情有所 我不是 我也不知道 沒救了 警方調查主嫌本身在做工 提魄相對一般人壯碩 死者頭部左胸都被打 致命傷要等檢調 進一步相驗 最好解死者沒有結婚 也沒有小孩 職業是鐵工 這回透過友人 想認識未成年女子 出言不遜 遭人毆打致死 TVPS新聞 江俊彥 錢其軍 廖文漢 許有翔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P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